而我们的黄少民记者刚也传来最新的消息 就是经过地检署复讯 议长黄景泰是以违反贪污制罪条例 向法院申请积压 预定今天晚上9点钟又来开积压庭 这是刚传回来的最新消息 另外要带你来看国民党金融市长提名人谢立功 预定明天早上要到市选委会来正式登记参选金融市长 而今天傍晚他就先召开了记者会 自诩为行动CEO提出四大承诺 当选市长后将以企业家的精神和效率 要打造新的市政府文化 国民党金融市长提名人谢立功 从车上走下来刻意营造民间企业执行长CEO的身段 提出四大承诺 也就是市政服务临时差 市政服务无死角 市政服务面对面 以及贯彻市政服务问责制 那立功这次最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把企业的精神 重视效率 重视品质 重视服务等等这样的精神 纳入到我们的市府团队里面 大承诺 第一个承诺就是市政服务临时差 我们现在本身其实有1999 但是1999我们未来要更提高它的服务品质跟效率 特别是立功会亲自来督导1999服务的效能 第二部分就是市政服务无死角 在我就任30天内我就会启动市长的行动办公室 所以我会每一周轮流到7个行政区 我跟我们的行政的主管 直接来处理民众的一些申请请愿的一些案件 第三点就是市政服务面对面 同样的也在就职30天后 那我们就来启动 我们有面对面的公民会议 我们把我们重大的政策 跟市民当面来沟通 也及时的接受民众的一些意见 来回馈给市民 第四点就是贯彻市政服务问责制 这个很简单 既然有前面三个 那我们就必须有个专责单位 透过市府的我们的研考部门 研考处 我们来管考以上三件事情执行的情形 谢立功也呼吁各市长候选人 停止口水端出牛肉比证件 从接下来的每一周 我们会推出一个证件 我们也呼吁其他的候选人 就直接端出政策的牛肉 我们不要喷口水 我们到底来看看 比一比每一个人的政策 到底有哪些 谢立功强调当选市长后 会开着市政府服务行动车 到各区里接受民众陈勤 服务相亲 那当然原有的机制还是都维持 可是我们希望把这样子行动服务的概念 带到每一个地方 谢立功预定明天早上到市选委会 代表国民党正式登记参选 基隆市长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 资兴灭 语尝探 j pensar